1. 根本質素 1. 根本質素 1. 根本質素 3. 根本質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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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本質素 好,所以我們剛剛很認真的 就是把maxwell distribution for molecular speed 導出來 我們發現了 在一个ideal gas里面 如果你今天去测量 它有某一个特别的速率 它的diffusion呢 事实上是长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呢 我们理解风海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你可以去想一下 在正常的如果它最后达成的热平衡 事实上每一个能量会出现 就是每一个状态它会出现的几率 事实上就是什么 会有个boseman weight 所以越高能量其实就越不可能出现 然后越低能量呢 事实上就会怎样 就越容易出现 所以这是一个 可是因为你现在问的不是什么 不是某一个状态出现的几率 你现在问的是说 某一个速率出现的几率 那一个速率有没有 可以有一个很简单 所谓的减并的概念 它有很多degeneracy 比如说我如果今天问你说 有个monicure我刚好看到它速率是0 那请问一下速度是吧 它速度也是0 它只有一种可能性 可是我如果今天跟你讲说 它的速度是某一个 速率是某一个v的话 那它其实事实上可以指向什么 任何的方向都有可能 所以在这边其实你会看到就是因为我指定的是一个速率 就是4个speed so then for each speed we have tremendous degeneracy in three dimensions 它事实上是正比于v平方 所以你看到的其实事实上是一个v平方这样一个factor 再加上bozeman weight 两个做convolution完之后 最后出来的这样的一个division 就是maxwell distribution 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this shape is particularly good only for 3D 所以你自己可以用一下你的想象力 如果你今天就是很认真的 比如说我就很耍劲的 就说请问一下 我现在把ideal gas就是几层什么 几层在一围底下 然后说从bozeman weight 导出maxwell distribution给我看一下 它会变成什么样 so suppose now if I just shrink my dimension to 1D 那你会觉得说 这个不可能 with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这是可能的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出一围的东西出来这样 那我如果去看maxwell distribution in 1D 它还会长这样吗 它不会哦 它就是长这样 原因很简单 原因因为在一围的时候 你如果知道速率 它其实事实上只有什么 这有两种可能的什么 速度 就往右跟往左 只有v.0是特有利 不过那没有关系 因为这是连续的 所以你最后出来事实上呢 你在一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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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ell distribution for molecular speed is identically the same as bozeman distribution 因为它没有这些不同的degeneracy的问题 那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玩这个salary game的时候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一围的 maxwell distribution 也是bozeman distribution 所以这个其实事实上是最容易可以去看出来它整个是长什么样子 好不好 ok so this is actually something pretty fun 那所以在这边 就是说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呃 对于这一些东西哦 这里有好几个速度可以去定义哦 然后呃 其实事实上都是很无聊的 可是因为偶尔你会碰到 所以还是跟你讲一下 明明这个shape画出来之后 这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速度是什么 叫做这个most probable speed 就是你随便乱去看 最最最可能在这里面看到的什么 的速度 它所以其实对应到就是几率分布里面的什么 极值的地方 所以这一点是 most probable speed 所以这是呃 第一个你会碰到的 第二个你会碰到的是什么 是 根本考这个就是一整个犯规这样 就是average speed 就人生要这么无聊吗 嗯 对 对 可是它居然存在 所以我也没办法 好 所以它当然根据定义就是长这样 OK 它就是 speed 的平均值 也就是 根号 vx 平方 加vy 平方 加vz 平方 然后乘上maxwell distribution 然后去算平均值 然后第三个呢 是什么 第三个就可爱了 它名字很长 对不对 它叫什么 root mean square velocity 什么叫root mean square root mean square 是这样 就是 square 是什么 然后 v 平方 mean 取平均值 root 开根号 然后出来之后叫做v r m s 对啊 好像中文叫做什么 方均根吗 还是均方根 还是 something like that 好 反正不管 对 就是 就是root mean square 所以它的超过型定义 事实上是从这边过去的 所以 square and take average and then take a square root 那为什么这一个东西它 反而是最有用 在物理上其实真正最有用的是 这一个 为什么 是什么 exactly 事实上它其实只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平均能量的另外一种表征而已 你知道 它就是平均能量 然后你把它写成是某一个二分之一m的乘上某个速度的话 那个速度就是均方根速度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事实上真正在统计上其实最有用的是这个 那一跟二其实都没什么用 那不过 luckily enough which I don't remember either 就这三个速度有没有 反正都在这附近这样 所以 你需要用的时候再去google就好了 对 所以它们都是一样大 of the same order OK 所以这是有关于max war distribution 所以你现在应该对ideal gas 就有 就有 一个统计上的了解 而不是只是以前就是说你撞一撞 然后知道pb的mkt 这种很简单的东西这样 所以很抱歉说 那一部分的就是kinetic theory for ideal gas 我就直接跳过不讲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们自己应该读得懂 所以我在上课就不讲 你们读得懂的东西 所以如果造成大家上课最后就很困扰 然后很抱歉 其实你们还是有机会的 你们可以脱离苦海这样 好 所以这是这一段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呢 大家就要绑紧安全带 就是 我们要脱离ideal gas了 所以我们要真正的 从 stochastic theory 出发 然后导出来 为什么 information entropy 跟 thermal entropy 是有关联的 而你会想想出发 那你会想看到 你能够将 最多的 整个 entendeu but not the same but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okay so the idea is the following the idea is that you start from information entropy which is very general okay but then if you are in thermo equilibrium you can see the distribution is not a but is a bolzmann distribution you can see the distribution in the equilibrium you can see the information entropy in equilibrium the equilibrium this thing is k 就等于你用heat定义出来的entropy so in general sigma不见得一定是sigma equilibrium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接下来我们会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要记得一件重要的事情 channel entropy 可以运用的范围实际上是 远比simal entropy 来的怎样? 来的大的 这是为什么我大费周章的花了两个问题 试着带领大家用另外一个新的角度去切入这个问题 我不希望大家学到的 只是课本上面就是我们就来学一学simal entropy 那就是其实是有点老掉牙的东西 就你学之后可能就是在设计机械的时候你可以用到 可是事实上如果你今天跑到computer science 或者是跑到其他的地方去你事实上都用不到 but then it actually has a more general understanding 就是说你事实上只要任何一个东西 我们都知道乱度是什么乱度就是只要你会乱 就有乱度啊 right 那什么东西叫会乱 那我们现在经过这几堂课希望你们就稍稍怎样 就不要那么没水准啊 就不要整天用科普的东西 就是很乱啊 很乱的程度叫乱度 这是国文好吧 所以我们现在当然知道一个东西只要什么 所谓的很乱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它的outcome不是确定的 它不是确定的时候呢 有个重要的一个概念叫random variable 所以只要你的系统要描述它的时候 你发现不再只是degree of freedom 或者说你的degree of freedom 变成random variable的时候 你就必须怎样 你就必须搬出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那你一旦搬出probability distribution之后呢 你就可以怎样 你就可以定义information entropy 所以这个是非常漂亮的 任何你只要觉得 欸这个我不是很确定 你就可以定义information entropy so it's very very broad 可是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呢 它很特别 就某一个东西如果跟另外一个东西打成热平衡 打成热平衡之后 它其实事实上会有个特别的distribution 这就是bozeman distribution 那在那个状况底下 bozeman distribution 对应到的information entropy 刚好就跟它是吸热放热 这种概念出来的thermal entropy 是完全等价的 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真正把thermal 跟information entropy 拉在一起的巨人是谁 是bozeman distribution 所以当年系统如果不是bozeman distribution 它们其实就没有关联的 OK 那记得这件重要的事情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学一学之后 发现这个你很熟 这个你不熟 那是OK的 如果你是这个很熟 这个不熟 那你就完蛋了 就你只学到很小很小的一小块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能不能导出 在平衡态的时候的information entropy 就是thermal entropy OK up to the constant of bozeman 所以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用一个 其实还蛮简单的一个想法 那你这的话就可以看到光跟热 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想法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说 一个系统 它的平均能量怎么算 那它的平均能量 其实事实上应该是等于 它在某一个state 出现的几率 然后再怎样 乘上那一个state的能量 对不对 这应该很合理 事实上这个是 这是它的定义 好 并没有困扰 定义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假设就是这个能量的变化 现在是用reversible 所以它是很小的 那我们就取d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变化du 那根据微积分 你取这两项的微分的时候 就会有两项 一项是什么 一项呢 事实上是 对不起 是es 抵ps 另外一项的话呢 是ps 第1s OK 那这个 可能要请大家稍稍用心的去想象一下下 我们今天一个平均能量如果改变的话 它其实事实上是什么 是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什么 一种是es没变 可是什么 分布改变了 另外一种是什么 另外一种是分布没变 可是1s改变了 所以我现在为了就是让大家稍稍有一点概念 我们现在想象就是能量很简单 能量其实就有点像是一栋楼 那最近都更不是很流行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说你怎么去改变每一个整个系统的平均高度这样 所以我们假设现在有一栋楼 这栋楼很奇怪 就是量子楼 对不对 如果你这样的话 安全法规应该是不会过的啦 那我们假设就是一楼的地方 像住了一户很好的伴侣这样 对 然后三楼住了四个人 一二三 然后四楼住了一个人 这栋楼好像不太好 然后再来这个比如住了三个人好了 OK 对不对 所以你基本上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 然后这个楼是一二三四五六 所以这是一栋你原先的楼 那这栋楼你最后可以算出一个什么 算出一个平均的高度 那这平均的高度其实应该是等于 二乘上一加上什么 四乘上三加上 四乘上一加上 六乘上三 然后最后除上总共有几个人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欸基本上是十个人太敢动了 所以这个就是你原来的U 对不对 就这样应该很简单 所以 那假设你现在是一个建筑师 也就是说自动楼的人太没有水准了 就水准太低了 所以你现在想要提升他们的水准 那提升水准就有怎样 就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温和改革派 另外一种是什么 是革命的 好 right so 有一种办法 你要提升这个U 就是要让DeltaU改变 你可以怎样 比如说你把所有的人都搬到六楼去就好啦 好 一二三四五六 你就把所有的人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你把大家全部都搬到六楼去啦 那他们的DeltaU就提升了嘛 对不对 所以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居然有人说烧了两个人 好对不起 两个人被我吃掉了这样 好恐怖喔 呵呵 所以一个办法是什么 一个办法是 keep es right 然后 move ps 所以这是一种办法 那这种办法 如果是在台湾的话 也是很辛苦 对不对 就是 就是如果今天突然走到一个search 你们真的是太没水准了 来 现在就是大家全部都不准唱卡OK 然后电视台的名嘴节目不准看 你就立刻被骂到很惨 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就比你就跟这是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楼整个结构没有改变 可是你怎样 你把所有的人全部都提升了 所以这是一种办法 这一种改变U的办法是哪一项 是第一项 所以这一项是对应到的是什么 是es都没有改变 可是我这样什么 分布改变了 OK 那 it turns out 在统计力学里面 这一种改变内能的办法是什么 就这个我们经过最后算完之后 发现它就等于 dq 所以这种办法叫吸着 好 所以我们待会会学到 那另外一种办法呢 是建筑上很暴力 然后心态上面怎样 非常温和 就说我嫌你们水准太低了 那没有关系 一楼的还是怎样 住一楼 二楼的还是住二楼 三楼还是住三楼 四楼还是住四楼 可是我怎样 我把你家的楼全部打掉 然后都更盖 盖洞更好的给你 好 就好了 所以呢 你可以想像还有另外一种办法 另外一种办法是 keep ps move es 所以你学生大家的水准太低那没有关系 你就把 一楼盖在这 二楼盖在这 哇 哈哈 这样好了 好 这是原来的 我现在就把 一二三四五六 这样盖著 然后呢 一楼有两位 三楼有一二三四 然后四楼有一位 然后六楼有 三楼 谢谢 结果大家水准就提升了 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到 ps没有改变啊 就大家的门牌号码都没有改变啊 可是怎样 整栋楼改啦 整栋楼就挑高这样 变得很奇怪 就长这样 那大家平日就改变了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 它对应到你改变能量的办法是什么 它其实事实上是藉由 sumension s 然后呢 就是 ps没有改变 然后第1s改变 这一项最后你把它算完之后 它是等于 它就等于 这系统对外做的工 或者是外面对它做的工 这个就非常非常合理啊 你去想一下 其实这个真的是超合理的 所以果真物理学是可以解释所有的现象的 你去看一下 在这个系统底下 正常状况 如果你今天进去 然后就跟所有人讲说 哎 我觉得你们家的楼太破烂了 我想让大家生活更好一点 那你给我一段时间 一楼还是住一楼 二楼还是住二楼 三楼还是住三楼 四楼 每一个人里面的这个水准都提升了 那你就会发现 这个你需要付出的社会成本 怎样 比较低 所以就说 你不需要去Deal with PS 就是说你不用改变分布这样 可是你需要怎样 你需要做蛮多工的 你需要整个东楼拆掉 然后 盖新的楼出来 所以确定没错 这个看起来像是什么 像是需要做工才会完成的事情 可是你去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是对应到是加热 这对应到加热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你进去 哎 那么水冷太低了 暴动吧暴动吧 然后大家就开始弄了这样 所以 所以 所以怂恿群众在没有改变社会的硬体架构底下 怂恿群众做集体性的migration 就是改变PS 那这不就是社会运动吗 那社会运动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热情 所以是 是heat 所以你就突然发现了 哎 这个一整个就是完全的正确 所以我们改变社会有两种办法 一种办法是什么 是 是社运 就是 我没有改变 就是我们还是有这么多间医院这样 可是我们大家就是试着怎样 改变去 谁才可以去台大医院看病 谁才可以去种种看病 怎样怎样怎样的架构 所以这是redistribution 所以这是 这个是社会 社会运动这样 那 所以如果你今天对一个ideal gas 你觉得说 哎 你们太逊了 你要改变它的时候 你有两种改变方法 因爲是加热 所以加热就是什么 加热就是没有改变里面 难接的结构 可是让里面的气体分子的分布改变 这种方式叫加热 OK 那你有另外一种方式 另外一方式就是压它 比如做工 做工的时候事实上呢 你如果是慢慢压进去 你会发现 事实上 你没有改变什么 你没有改变分布 你改变的是什么 你改变的是里面能接的高度 这样 OK 所以这个其实是 我每次交到这个时候 就觉得非常的有趣这样 不知道是因为物理科学太厉害了 还是我们人的大脑就是长这样 你去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突然立志说 我的立志不要赚钱 我就是要让台湾社会更好 你不就是分成两部分吗 一部分就是试着从制度面出发 然后去让我们国家的硬体更好这样 然后原来有个分布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觉得大家太穷了 有个办法是什么 是在不改变分布的状况 让每一个人赚的钱都增加这样 另外一种是说 诶 信息结构还是长这样 可是你知道 没钱的人就跑到前面去 那是另外一种 OK So try to really digest this I think this is not only useful for science This is actually also very useful in many many different aspects in life 那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 你看这么简单一件事情 来自于什么 所以你看数学多漂亮 两个函数相乘 然后你微分之后 等于什么 微前面乘后面 加上什么 微后面乘前面 所以两个是不是 两个东西相乘之后的变化量 事实上是 一个不动变另外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 另外不动变另外一个 然后最后出来 事实上无论是在物理上 或在社会学上 可以有这样不同的解释 So that's actually pretty beautiful 然后我们接下来工作 其实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那一项是DQ 为什么那一项是负DW 好 有什么问题 所以那个楼 那只的是为能化 或者 没有 那个只是一个 这只是一个概念 我们现在假设 就是住一楼的时候 它的能量就是一 住二楼就是什么 二 住三楼就是三 这样 可是为什么可以改变能界 为什么可以改变能界 说的真是太好了 欢迎大家继续修仆物二这样 不一定要修我的课 你只要修仆物二就好了 我一直很期待 其实希望说下学期期 最后这门课 最好只剩下四十个人 那我们就可以 Do something interesting 知道 对 所以 在量子力学里面 一个东西的能界 有没有 会跟它的体积有关系 所以今天如果改变它的体积 它的能界就会改变 所以这是讨论一个东西的体积 要不是一整个地方 这是整个系统的难接 所以它事实上是很困难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可以这样去想象 我今天给你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如果你改变它的体积的话 在古典上面你会觉得说 没什么改变啊 我只是活动空间怎样 变小了 可是在量子力学里面 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完全错误的这样 那因为我们还没有教 所以我没有办法直接跟你讲 可是你大概可以猜想这样 在量子力学里面 物质是用物质波的形式存在的 所以它是某一种铸波对不对 那它是铸波如果你压它的话 它会怎样 它就要弯的比较严重一点 就是它的什么 它的波长会改变 那它波长会改变 它的频率也会改变 它的频率乘上H8之后是多少 能量 所以它能量会改变 Yay 这样 所以 这个对应叫文章 还是为 呃 No It's more complicated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 很抱歉 就是我没有办法再跟你继续讲下去 因为再继续讲下去 我就要说谎了 所以 可是最后一堂课我比较不想说谎 所以就 请大家拭目以待 好吧 就是等到你学到量子力学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这件事情了 好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吗 很好 所以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 深刻的问题这样 嗯 那我们接下来 就先来看一下 就是这一个东西 为什么它事实上是 功 So let's walk on this term first 所以我们的写法是这样 你把sumptionps 然后这是des 然后如果大家还记得 就是说des 事实上是一个能阶的改变 然后这个能阶 事实上可能是跟 呃不同的位置有关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到之前的 des 事实上是等于gradient es to dot 位移的概念 把它带进来 就是之前在学 的时候 所以也就是说 一个能量的差 事实上可以被写成是 它的t度在乘上 整个位移的差别 那如果把它写下来的话 它就会变成是 ps gradient es to dot dr 那因为这个dr 事实上跟什么 跟这个s的submission无关 所以你可以把它写成是 submission s ps s 负的gradient es 再乘上 再dotdr 然后前面有个负号 那可是这个的话 我们就知道这是什么了 对一个能量取 鬼点再加负号 事实上就对应到的 l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实上是 那个状态里面 基本上这个系统的l 那那个l 因为不同的状态 l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把它做几率 取平均值之后 这一整个东西 事实上就是 l的平均 l的平均 去dotdr 再加负号 那当然就等于什么 当然就等于 这系统对外 做公的负值 那如果在这里 你其实你对于这个 平均的l 不高兴 你要把它写成什么 你把它写成pressure 再乘上a的话 那a 在dr 就是它移动之后 造成了体积的改变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写成是 就是pdb OK 可是那是 那是他话 就是反正它导出来 就基本上是-dw 所以你在那边可以看得到一件 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 藉由改变能量 这件事情 其实事实上 它会牵扯到l 然后l 就会牵扯到公 然后最后这一项出来 其实事实上就是公 OK 所以这是第一项 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一项对应到的是什么 是 大家原来 就是大家的柱子都没有改变 就是大家的probability 都没有改变 可是你把楼给怎样 给拆了 给改了 OK so you need to do some work to reconstruct the energy structure 还有什么问题 那这里面你们其实就跟刚刚同学问的 你们可能 其实事实上不懂的是 为什么一个统计系统里面 它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能阶的一个结构这样 那这是一个量子力学最后出来自然的一个结果 在古典上面的话呢 它变成是一个连续的积分 你还是可以这样推倒 可是它变得比较复杂跟困难 因为它是连续的 所以在一个连续状况底下 如果你完全就说 它分布没有改变 事实上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 也就是所谓的准净过程这件事 如果没有量子力学的话 是根本应该不会发生的 OK 好 那这件事情非常深奥 所以你听不懂的话没有关心 就是你就记得 就是准净过程 如果没有量子力学的话 基本上是不可能会发生的 好 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项 那另外一项是这一个 是 那如果我今天人间没有改变 我只改变probability的话呢 那这个会等于什么 那你去想一下吧 改变probability to some extent 就有点像是什么 我问你改变一个系统的probability 会不会改变它的entropy 会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这一项出来一定跟entropy 有关系这样 确实有关系 那前面的系数呢 刚好就是温度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你怎么去算这一个 那我们要去算这一个的时候 我们要倒过来算 数学上会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先反过来这样问 我们有一个entropy 它的定义是什么 是summation s-ps-naturelog-ps 对不对 OK 那我们如果今天拿来对它快乐的取个d 会发生什么事 well 首先把负号提出来 免得忘了它 所以就先d前面 那d前面的话就会得到 就为前面会得到logps dps 对不对 然后再来的话呢 是什么 是为后面 那为后面的话 那log为分是多少 log为分是多少 log为分是多少 就是ps的导数 对不对 然后再来是dps 所以它变成是这个样 那这一个跟这一个 就怎样 就消掉了 所以我们先出阶段的整理 它就变成是负的 summation s log ps 加1 然后dps 好吧 所以这个是entropy的改变 就变成是找这个样子 那接着 因为我们现在是处理平衡态的entropy的改变 所以我们就把boseman distribution给放进来 所以boseman distribution告诉我们 logps是什么 你就知道 nature logps 等于负的log z 然后再来呢 减掉 对不起 es 除以kt 对不对 这个是boseman distribution给我们出来的结果 是这样 这样子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你就把它带进去算一下就好啦 所以d sigma 就等于 那前面那一项是 前面还有负号 所以负负就得正了 所以是log z 所以 剪掉后面那一项是一样的 然后 summation s dps 对不对 所以这是第一项 然后再来的话 是后面那一项 后面那一项 后面那一项的话就变成是 加上 1 over kt summation s es es dps 可以看得出来吗 所以再讲一项 这个logps的话有两项 一项是 负的logz 一项是负的es 除以kt 对不对 那因为 反正logz跟e都跟summation无关 所以可以提出去 前面有个负号 注意一下 所以变成logz-1 所以变成前面那一个 那后面这一项的话 这是有个负号 那里有负号 的负负得正 然后这是kt kt把它提出去 所以变成esdps 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要算的东西 默默的在这边出现了 那接下来就是要正这个 那这个很简单 因为summation s ps 是等于多少 是等于1 那希望大家的微积分 经过这一学期的调教之后呢 已经进展到的就是 微分只要取d就好了 不需要怎样 不需要下面一定要 垫一个垫背的 就微分有两个 两个境界 对不对 一个境界是什么 一个境界是下面 一定有个垫背 不然你不知道怎么微 那微分的另外一个境界是 只要取d就好了 那 事实上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怎样 都可以取d 因为d的前身是什么 是delta 那所有东西都可以怎样 都可以取delta 为什么 因为delta就是 那个东西就是 变化前变化后 比如说美容前美容后 减肥前减肥后 对不起 减肥后减肥前 然后记得一件事情 delta永远是后面减前面 这样 所以 所以你永远都可以取d这样 那你取d之后 这个就会变成是summation as dps 然后e取d是对吧 是零 对所以你现在回去就可以跟 呃 跟你高中的学弟妹们 就交其器械的跟他炫耀说 你知道吗 d1就等于零这样 对 因为1不会改变这样 所以你对1做infinitesimal的改变呢 事实上就是零 就是 他是不会改变 所以d13也是零 嗯 所以 所以在这边你会发现dps sum over s 是零 那你仔细想一想 这是废话 probability 其实最后加在一起是1 对不对 所以如果有人probability增加 一定有人怎样 probability会怎样 减少 然后这些真真加加减少少 结果全部加在一起一定是多少 一定是零啊 不然你的机器加S就不是一样 所以这一项事实上是零 于是你最后就得到了d sigma 乘上kt 就等于这一个什么人生 so then after this algebra we have finally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is equal to k times t t times d sigma 所以我们在这里完全没有用到任何的东西 我们最后就得到了再reversible process 为什么是reversible process呢 因为只有reversible的时候才怎样 这个我们要问一下数学系的同学 为什么我们现在快乐的把du写完之后 du就等于ktd sigma 减掉dw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默默的需要用到reversible process的这个概念呢 就对reversible process的时候呢 你的能量改变是长这样的 这就很难了 这应该是你学完微积分之后应该要知道的事情 因为这里面牵扯到你数学要蛮好的 然后你物理直觉要也蛮好的 所以我从头到尾 就是就数学系来讲 会觉得说我从定义出发 然后取d 所以我只用到一件特性 就是可以d进subvention 那那是uniform conversion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反正这一定发生的 如果不会发生它就不会是在自然界存在的系统 对不对 自然界系统没有这种东西是说 一个不会爆 两个不会爆 三个不会爆 放一百万个之后它就怎样 它就爆掉了 炸弹没有这么好做 好吗 所以很显然的就是说 微分跟sumvention不com 不会commute这件事情 不是我们重要的concern 所以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从头到尾好像没有用到任何假设 事实上我有 我们用到了科学上一个假设是reversible process 为什么 围基因缘一个重大的 assumption 是什么 好 所以 这你们基本上不会跟你们讲这样 这个物理老师会跟你们讲 好 假设这是pb图好了 然后有一条线这样 所以就告诉你p可以被写成是v的函数 然后这有个a 这有个b这样 那这里有个很重要很重要 有点滞胀的一个特性 这个特性是什么 这特性是在b这一点的p有没有 减掉在a这一点的差别 加上什么 加上a这一点的差别 减掉b这一点的差别 最后是0 最后是0 所以在处理上你会觉得说老师你是头脑打结了吗 他不是0那是怎么样 那他不是 因为你可以这样去想 如果你经历一个ideal gas 有没有 你可以慢慢的压他进去 然后慢慢再回来 你可以慢慢的压进去 慢慢再回来 然后imprinciple你可以怎样 你可以这样一直压 这是ok的 你可以想像说我原先在这 我让他慢慢慢慢的扩张到这 我让他慢慢慢慢的压回去 他会回到原来的状态 现在假设你做一个很变态的事情 你现在把它关在这有没有 旁边弄了很多 就很多膜 你每次戳破一个膜 戳破一个膜 戳破一个膜 让他扩张是这样 然后等他扩到最大 就再压回来 你不会回来原来的状态 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在这边虽然你会觉得说 这超智障 这pp-pa 然后pa-pp加在一起是0 这不是废话吗 这不是废话这样 这在数学上是废话 可是在物理上面有没有 只有reversible process 这两点的差别 你这样过去跟这样回来 事实上会这样 会相消掉 所以你回来原来的一个禁止 那也就是因为这一个简单而滞胀的代数上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取d 所以你可以取d 的这一件事情 就已经告诉了什么 就已经告诉了 你假设它是reversible process 不然它不会满足d本身带来的什么代数关系式 ok 所以d本身带来的关系式 其实背后其实事实上是有这一个的 就是两点之间的infinitesimal 跟倒过来的infinitesimal 相加事实上是0 这样一个代数在数学上是take it for granted 可是在物理上它不一定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不是说数学是错的 而是在于说 如果你今天不是reversible process的时候 微积分就怎样 就不能用了 所以你大概可以猜想 对于reversible process而言 确实在科学上就是很困难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不能用微积分 我们就怎样 我们就前鱼记穷 就不知道该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要记得一件事 这是有cost 那你就倒出来是长这样 那跟我们稍稍的 就是说第一定律稍稍做比较 你就可以知道什么 你就可以知道说 诶?这个 应该是什么 就是heat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能量相信它是手横的话 那我们以前都不了解dq是什么 对不对 我们定义dq的方法是什么 我们定义dq的方法 就是把du跟dw算出来 然后有一部分能量不见了 我们就把它叫什么 我们就把它叫heat 那你如果你现在 其实有了这些了解之后 你就会突然发现 哇很酷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heat跟work最大的一个差别是在于 heat事实上是在不改变什么 能阶结构的状况底下 请大家怎样搬家造成的能量变化 那样的能量变化叫什么 叫heat ok 那另外一种是什么 在维持同样的分布底下 我把楼给拆了 然后重盖 那个叫什么 叫dublu 那你现在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一个很容易对应到是围观的 一个很容易对应到是宏观的 我如果今天同样是一栋楼这样 就很旧 ok 然后我今天让里面的人怎样 楼内搬家 你从路边经过的时候 你会看得出来吗 所以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围观上的提升 那有另外一种是什么 有另外一种就是很旧楼 我就把怎样 全部打掉 然后就重建一栋摩天大楼 你经过之后你会立刻看得到 所以那是宏观上面可以看得到的改变 所以这边其实可以学到公跟热另外一个更深刻 而且事实上才是正确的一个定义 也就是在于公是不改变什么 不改变分布可是改变结构 热是什么 热是不改变结构而改变分布 两个都同样可以造成能量的变化 so that's really really beautiful so finally we have a very concrete definition of heat and it's very simple to some extent it's temperature times the change of entropy ok 那所以你当然可以去跟你之前的做比对 对不对 因为我们之前从这个dq是定义成是tds so compare with this then again you got sigma times k equal to s again 那可是这个跟上一堂课我们导出来的 就稍稍适用性不太一样 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其实基本上没有用到太多假设 so this is not only for ideal gains this is actually general 那到目前为止其实事实上我都还是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这样 我们再回过头来重新review 我们这学期我觉得事实上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how do we quantify uncertainty in a statistical system 就是说我们怎么去量化一个统计系统它的不确定性 好吧 那在这样一个状况底下呢 我们发现了我们有种固定的想法 有种固定的想法是说 我们能量在交换的时候有些能量我们看不太见 那我们相信能量是守恒的 我们就把the missing energy 叫什么 heat so to some extent heat is the energy which is somehow very hard to major 那this is already mysterious right 如果今天全世界就是有一些财物 就是有些东西就是叫黑帐 就是诶就是怎么样挖挖挖挖挖都挖不出帐本出来的 可是你相信钱是守恒的 所以就是所以才会有heat 这已经很怪异了 那有另外一个东西你不太懂就是温度 就是有点热不太热或什么东西 然后有个指标出来就是温度 你发现你把你不太懂的东西除上什么 除上你也不太懂的东西 然后把它积一整圈 发现什么 发现它不会变 你不觉得这很神奇吗 如果你今天是国税局 然后你去查台湾的黑帐 然后你查各企业的黑帐 这个就是都不拢 这个都不拢有个DQ这样 然后你发现这个公司有个很烂的指标 就是就某个温度好了 把它除一下 然后发现全国公司全部加在一起 之后绕一圈回来 诶是零 你不会觉得这背后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什么阴谋 那那个阴谋就是entropy so 如果你从古典的角度去试着了解entropy 你会发现entropy的存在根本就是什么 就是一连串的神迹这样 就是太神奇了 你把不懂的东西除上不懂的东西 然后积一圈就还是零 然后你就可以定义一个 你当然更不懂的东西 因为它的分子跟分母你都不懂 right 所以那个是我们对古典 heat entropy 跟temperature 的了解 可是你现在突然发现 你在比较modern 的一个角度底下 你就说 什么东西叫达成热评 达成热评的时候 可以跟人家交换能量 于是能量就怎样 能量是不确定的 能量是不确定 所以你需要用一个几率来去描述它 然后我们发现 诶 那个几率分布 刚好是bosomal distribution 然后我们知道bosomal distribution之后 轩隆就出来帮我们 就说诶 你只要知道了distribution 我就知道什么 我就知道它不确定性是多少 那不确定就是 轩隆entropy 就是information entropy 然后你现在就是说 你只要知道了分布改变 然后你就反过去问自己啊 如果今天有个系统 我发现它平均能量改变了 它已经有两种可能性 对不对 一种是楼层改变 一种是分布改变 那分布改变那个把它算出来之后 发现就是这 so finally come to this very very last point 我们终于知道热是什么的 ok so that's something really really cute 那在这边你也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前面有个t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t 是从哪里来的 这t是从bosomal distribution来的 对不对 因为t是bosomal distribution什么 唯一的指标 so to some extent 你可以这样快乐去跟你自己讲 如果这个系统 它的energy是exactly known 其实基本上温度这个概念是没有意义的 也是没什么用的 温度什么时候很有用 就是当你发现 它的能量会浮动 那那个时候你可以去定义一个温度 如果它最后的分布是专选什么 bosomal distribution 所以你现在可以终于回过头来 很大方的问自己问题 我把这个iPad从这个窗户摔下去的话 请问一下你可不可以定义 根据说它越帅越快的这个状况 定义温度答案是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在忽略空气主义的效应底下 我可以直接算出什么 它的速度跟所有的东西 所以能量我知道 我知道就没有什么 它就不是random variable 所以其实事实上就不会有bosomal distribution 没有bosomal distribution 就没有温度 所以没有温度的这个概念 所以就不用了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今天拿出一个铜板 我是公平的铜板 你可以说请问一下 那它会乱动 那会不会有温度 一个铜板可以定义出温度吗 答案是不行 为什么 对 你有random variable that's very good 可是它遵循的distribution 遵循是什么 是benutri distribution 是正面出现基于1分 反面出现基于1分 它不是遵循bosomal distribution 所以不是bosomal distribution 所以也没有温度 所以你现在可以知道 一个东西有温度 需要什么 首先第一件事情 需要 需要 需要乱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需要遵循bosomal distribution 那样的乱 只有那样的东西才有什么 才有温度 所以如果你不乱 很抱歉 就没有温度 如果你乱 可是你不是遵照bosomal的方式乱 那你也没有温度 你就是另外一种乱 OK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这一堂课所有的东西呢 希望就已经有全部交给大家了 好 那我们就下课 谢谢